韓軍模範計程車惡內的故事題材 大度改編自真實事件 而在最新一集中 編劇也趕上時事 諷刺了近期剛出獄的B-Band前成員勝利 直線劇中主角李帝勳 潛入了名為Blake Thun的夜店調查 正是一名印女士走出來接待 接著她又在包廂裡 遇到一位名叫Victory的男偶像 種種巧合讓劇民們紛紛聯想到 當年的Bernie Song事件 像是劇中這位印女士 其實就是暗指當年支柱勝利的金主 台灣貴婦林泰 而Victory則是暗酸勝利本人 就連夜店名稱也對應到 勝利經營的夜店Bernie Song 讓不少劇民看完後 紛紛拍手叫好表示 編劇太敢拍了 看到整個笑出來 剛好最近那位出獄了 實際點真的是太絕了呢 我還有我 發明應該不知 Mzn 是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